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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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 殊胜大乘论典 《入行论》 第四品《不放逸品》当中 现在正在宣讲 教计 不要说起菩提心的道理 我们前面也已经讲了 已经受了菩提心以后 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违缘 困难 都不能舍弃珍贵的菩提心 时时刻刻把它当作 如意宝那样来对待 应该自己用最大的力量 来保护菩提心 如果舍弃 当然过患是相当大的 那么在颂当中是这样说的 故如说离世 我当恭敬心 今后若不眠 并当取下流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不能舍弃菩提心的道理 所以按照上面 所说的那样 也就是说 我们在诸佛菩萨 十方上师面前 已经承诺了利益一切众生 不舍弃菩提心 这样的一种诺言 那么我们这样的发心 前面也讲了 这是自己凭 自己的智慧来进行 这样的发誓言 并不是没有经过观察 而随便发的 已经发了菩提心 已经下了这种决心 发了誓言 那么发了誓言以后 我们应该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和大乘菩萨的学处 以恭敬心来行持 千万不能违背自己的承诺 因为大家应该非常清楚 我们在修行的道路当中也好 或者在世间的一些工作当中 所谓人的誓言 千万不能舍弃 通过誓言可以观察 这个人的心底 这个人的人格 基本的人格基础 通过誓言来可以观察 以前我们学习过的 《二规教言论》当中 专门宣讲过誓言的重要性 如果任何一个人发了誓言以后 永远也不退失 非常稳固坚固 那么这个修行 肯定会有所成功的 所以我们不管是 你受什么别解脱戒 或者菩萨戒 密承戒也好 或者做任何一件事情 看看这个人的誓言能不能坚固 如果誓言能坚固 当然是这个修行会有成功的 我们在座听法的各位道友 我想是前一段时间 我们都在诸佛菩萨面前 也发过誓言 我们不管怎么样 宣讲《入菩萨行论》的期间 大家都发愿 每天早上修半个小时 我看大多数的人 修得很不错 但有个别的人 现在基本上可能忘了 这说明自己的人格 或者自己的行为确实不太如法 我们有些人 不管你再怎么样忙 再怎么样身体不好 包括出差的时候也是根本不间断 一直早上半个小时 他一直修持 有些时候早上实在 在这个世间当中空不出来 中午或者下午 晚上之前 一直补上 因为自己知道 自己在所有的诸佛菩萨面前 已经发过这种誓言 我想我们大多数的人 并不是没有时间 就是自己的心力不够 所以所谓的誓言 对每个修行人来讲 的确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当然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 我要学习什么论典 我对上师面前发誓言 我以后如何如何 这种话说得比较多 但真正从行为上 从实际行动当中 落到实处的人不太多 刚开始的时候 我要发心 在上师利朗人间面前 我要圣口衣全部供养等等 首先说好话的人 是相当多的 但真正让他发心 让他在这样继续下去的时候 他在发心的过程当中 遇到一些小小的事情 或者遇到一些困难 那个时候 原来的誓言承诺 完全都退完了 那个时候 他就依靠种种理由来 开始退 所以刚开始 很多人发心的时候 我并不是特别的赞叹 我想到底是他真的发心 还是暂时的发心 到了最后的时候 看有些人的发心 已经能坚持到底 这样就非常随喜 从此以后 看这个人的修行 人格 各方面应该说 是非常有希望的 我自己有这种看法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有些承诺 不敢相信 到了最后的时候 如果他的承诺 真的是实现 那觉得这个人的修行 肯定有所希望 以后做什么事情 请他来做 应该是放心的 所以我们发菩提心 也是同样的 同样的 中间这一段时间 我没有强调 我们造成实修的事情 我想所有的道友 应该会精进修持的 因为这是我们这样承诺 我想大家应该想一想 尽量不要改变自己的一些 今天想一个 明天想一个 今天发愿一个 明天又开始退市 在一生当中 有这样的很多经历 对你自己来讲 不太庄严 所以在生生世世 在自相续阿难耶上面 种下不太好的一种种子 所以你只要 发了这种誓言以后 从此之后 最好不要改变 这一点相当重要 那么这里就是说 我们今后 已经发了这个誓言 发了这种菩提心以后 就千万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 否则肯定会堕落的 为什么呢 因为诸佛菩萨面前 我们已经发了 这么大的愿 而且自己也是从内心当中 受了这样的菩萨戒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行持 肯定会堕落的 今后如果没有精进 没有好好地行持 留得万行 或者是受持菩萨戒的话 那么我的去向 我的方向是什么呢 必定会堕下去的 首先可能我们 造了恶业 杀生等等 造了一些不善业 违背了菩萨戒 放弃了我们的愿菩提心 和行菩提心 这样以后 肯定会堕到旁生当中 旁生以后 堕到饿鬼 饿鬼以后就地狱 地狱以后一直往下沉 就像《中观四百论》 里面所说的那样 凡夫人一般都是 造的恶业比较严重 所以他的方向一直往下躲 所以我们应该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在即生当中 我昨前天也再三地讲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要保护一个如意宝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诸佛菩萨面前 所成了的 利益一切众生的愿行菩提心 那么这个日 遇到再大的困难 就是宁可自己的身体 寿命全部都放下 但是不能放弃 珍贵的菩提心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现在 我们应该具有如是的顺缘 也依靠善知识 自己也对佛法有信心等等 具有这些顺缘的时候 一定要精进地修持 没有修持的话 那么以后 真正堕下去了以后 什么时候又获得机会呢 这一点也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悦成论师 在《入中论》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 如是自在 诸顺处 舍入不能 自舍持 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自己的顺缘全部具足了 没有自己保护自己 没有自己复活自己的话 堕落先出 随他转 何以何以从必处 意思就是说 最后我们堕落到 地狱 饿鬼 旁生当中去了 那么那个时候 依靠什么样的因缘 依靠什么样的方便方法来 重重获得解脱呢 永远都是没有 获得解脱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的上师如意宝 也是对弟子们交接的时候 经常引用 这个殊胜的教言来宣讲 尤其是我们上师以前 大经堂刚开始的时候 当时第一天吧 第一天的时候 上师如意宝也是对大家要求 我们现在获得了这样的人身 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乃次不易 既然得了这样的时候 也有善知识的因缘 也有自身的这些因缘 在那个时候没有下功夫 认真修学的话 在世间上是 再没有更大的遗憾了 上师也再三地已经强调 我们现在获得人身的时候 没有修持是非常的遗憾 因此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 对自己现在的这种机会 一定要掌握 看看我们以后真的变成牦牛 变成其他的一些众生 那么世间上再怎么样 聪明的有些旁生 他也是做不了根本 基本的有些 比如说行持善法等等 根本不能做的 再聪明的 连一遍观音星座也是没办法的 因此我想我们在座的人 现在真正有了这样条件的时候 千万不要行持恶行 如果你行持恶劣 那以后确实是 没有办法获得救度的 有些人可能这样想 我现在造恶业 不要紧巴 有好多上师 诸佛菩萨的加持是不可思议 他们的力量 也是非常的奇妙 应该依靠他们的力量 或者他们不共的发心获得解脱吧 可能会这样想 但实际上这也是没有一定的因缘 没有一定的善根 诸佛菩萨来到你的面前 也是实际上不能获得解脱 下面宣讲这个问题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 未来一切的解脱 一切的成就 全部寄托在某一个上师 某一个圣者身上 否则自己耽误了自己的修行 结果也不能获得解脱 而并不是诸佛菩萨没有加持 不是这样的 但众生的因缘没有 即使他的大悲心再怎么样强烈 也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藏地有一种说话叫 就是自己没有信心 即使有大悲的铁钩 也是不能勾照 大概这样吧 我们对佛法没有真实的信心 即使具有诸佛菩萨的大持大悲 或者无碍的智慧 也不能获得救度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世间上所有的 往昔的这些无数如来 他们对众生有战士也好 究竟也好 利益的悲心相当强烈 但是无数的诸佛 虽然来到这个世界 转了法轮 显示于身相 但最后 我们这些可怜的众生 愚昧无知 满横 野蛮的这些众生 一直是没有 被诸佛菩萨教化 这一点我们也清楚 我们上一节的时候 也是光明节 有很多的光明节 我们这一节来讲 释迦牟尼佛以前 三大佛已经出世了 包括释迦牟尼佛的时候 也有许多的一些 释迦牟尼佛以后 龙猛菩萨 无知菩萨 以及隐藏汉地的无数的 高僧大德和诸佛菩萨的化现 来到这个世界 给众生传授了妙法 打许许多多有缘的众生 一刹而获得解脱 可是我们在座的有些各位 除了一些诸佛菩萨的化现以外 一般来讲 像我这样的凡夫人 都是没有被诸佛菩萨 教会得到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自己造的 也是非常的严重 他们的慈悲心 再怎么样强烈 也没办法获得解脱 因此我们千万不能想 啊我现在造恶 我没有行持善法 我的上师是非常了不起的 他是大成就者 我临时的时候 我就求他老人家善生 然后马上他来到我的面前 让我接应到往生极乐世界 或者进去其他的刹土 当然这种信息 也是不可思议 精深可加 但是真正是我们 懂道理的一些 懂佛理的有些人来讲 这也是有一定的困难 以前《智悲光众者》 也是这样说过 现在大多数一些 罪业僧众的人在临时的时候 他们把自己的希望 全部寄托在某某上师的 现在很多把自己的希望 寄托在有些上师的身上 临时以后 他的牛马或者财物 供养给他 然后《智悲光众者》说 想获得实地自在的 这些大菩萨 就不说了 想我这样的人 根本没办法 这一点包括华智仁波切 在《前行》当中也是讲了 所谓的解脱 并不是有依靠上师的大悲 和一切加持力 就像仁师头一样的 马上就勾召到 往生极乐世界 并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上师为你 开始真正地解脱道 这两个因缘绝合以后 你有寄托的希望 没有这样 确实是我们有时候 应该这样想 在自己特别恶劣的话 那你在怎么样好的环境当中 也是非常困难的 就释迦牟尼佛那样的善知识 在这个世界上绝对不可能有 但是在他的身边 也是当年所谓的 三星比丘 提波达度等等 有许多持邪见的人 有些堕入到饿鬼里面去了 有些堕入到地狱当中去了 因此佛陀那样的善知识 也是没有办法亲自度化 那么其他的圣者 更不用说了 因此所谓的诸佛菩萨 调化众生 也应该有一种因缘 什么样的因缘呢 第一个 你对诸佛菩萨 应该有一种信心 自己应该想 获得解脱的向往 依靠诸佛菩萨的教言 自己一定要行持 如果你没有这样 那么所谓的佛陀 也没办法调化众生 所以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犹如太阳升 成熟莲花期 如是佛出时 唯独有缘种 意思就是说 就像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成熟莲花 同样的道理 所谓的佛陀 度众生的时候 也是有缘的 众生是怠度的 包括我们《现观众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如天遂降雨 终坏不发芽 比如说天老爷 虽然给我们降下干露雨水 然后打雷 闪电等等 因为这几天比较干旱 所以梵天地诗天 非常慈悲地 给我们降下干露 但有些种子早就已经干完了 已经毁完了 烧完了 那能不能成熟妙颜 绝对是不可能的 同样的道理 诸佛随处是无根不和善 应该《现观众论》 当中是有这样的 诸佛虽然出世了 但是没有根机的 没有信心的这些众生 根本得不到三妙的果位 三妙的解脱 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想 佛是大慈大悲者 应该是会建议我 到清净刹土去 当然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 一定要有一种因缘 这个因缘是什么呢 就像我们以前所讲的一样 对解脱有一种希望 自己有一种向往 没有这样的需求心 确实是得不到的 因此我们在座的一些 各位法师和各位信众 应该获得这么好的人身的时候 自己千万不要浪费 现在如果我们没有注意 以后确实这种机会是得不到的 以后确实是 机会很困难的 那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 现在的诸佛 可能是不能度化的 但未来的佛陀 可能会度啊 有这种想法 那这也是完全错的 下面颂词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若今依旧犯 若是将犯覆 恶趣众领受 并服佩格苦啊 那么他这里就是说 如果有些人想还继续这样犯罪 可能以后才有解脱的机会 这种想法完全是错的 如果我们现在一如既往的 一直这样造恶业 比如说自己非常放逸的杀身 没有受持菩萨戒等等 这样来行持 那这种众生会反反复复地 堕入到恶趣当中去 堕入到恶趣的时候 不管是三恶趣的哪一处 当然他的痛苦是苦不堪言 谁也无法描述 非常的苦恼 那么在三恶趣当中也好 或者三恶趣当中 感受的痛苦以后 来到人间以后 比如说感受一些心法 然后自己的身体 经常病魔缠着 以各种兵器 各种武器来经常 砍断自己的身体 束缚自己的身体等等 这种痛苦难以言表 非常的可怜 有些悲惨的下场 比如说我们亲自看到 亲自在自己的身上领受 这种清净 听到这种清净的语言以后 就非常的害怕 毛骨悚然 会有这种现象 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 现在千万不能舍弃 我们的菩提心 一定要好好地行持 这种机会在我们的 生生世世当中是非常难得 比如说未来 虽然有那么多佛陀会出世的 不说别的 现在我们这个显戒当中 还有九百九十六位佛 出世转法轮 可是我们造的恶业 继续这样造下去 那么再多的佛陀出世 宣说正法的妙道 但是我们在他的教法下 也不可能得以度化 所以现在我们 虽然我这一个教法当中没有解脱 但我最好是 解脱一个善愿 因为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 我经常想 我们现在没有好好地行持佛法 死了以后 什么时候获得一个人生 如果没有获得人生 可能解脱永远没有希望 就像一个孩子 他在学生时代的时候 如果没有读书的机会 那长大以后再怎么样 也是没有读书的机会 所以我们现在 刚好行持善法 南尘部族也是 我们平时所谓的业敌 造什么业 会成熟的 那么即生当中有利根者 即生当中有解脱的机会 即使说没有解脱的机会 我们应该发这种殊胜的善愿 这一点的确也非常重要 以前佛陀在佛经当中也讲了 所有菩萨的十万大愿 可以包括在一个愿里面 什么愿呢 我要生生世世当中受持正法 这个愿当中 包括所有的发愿 所以我们平时 大家也是 我们所谓的人生 什么时候灭尽 谁都没有把握 我明天死 后天死 或者再过几年 几十年以后 谁也可能没办法有定准的 所以自己有时候 心情比较好一点 身体也好一点 那个时候在诸佛菩萨面前 好好地发一些誓愿 愿我生生世世 行持如来教法 这个愿也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还有《学集论》当中 也讲了一些 我们现在比如说 行持善法 修持菩提心 那么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 以宣讲功德的方式来 让行者生起欢喜心 而受持菩萨气 他引用了一个 《净灭决定神变经》的教证 那个教证里面就是说 我们在恒河沙数的世界当中 对恒河沙数的如来念前 供养恒河沙数的珍宝 当然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 但有些人听到 大乘菩提心的功德以后 心里从心看生出 生起一个修行 修学的心 虽然他的心没有成功 没有真正的修持 仅仅是生起这样的心的功德 远远超过前置 所以我们有时候 当然我好好地 听到菩提心的功德以后 我好好地要修 虽然后来他特别忙 早上也打瞌睡 没有修成 然后有些人背诵 没有修成 有些人以这个事情 那个人没有修成 但是你发了这个愿 实际上 供养诸佛菩萨的功德 比较起来的话 你发的这个愿的功德 是非常大的 这一点并不是 凭我自己的分别念来 宣说圣妙的法要 这是《学集论》当中 我希望你们学集论 看一下 我这几天一直读学集论 有时候心里非常适合 只不过有些事情比较多 如果事情不太多 真的要学习这些大乘佛法 虽然自己知道自己是非常差 各方面烦恼也深重 业力也深重 心也不堪能 琐事也多 经常觉得不像一个修行人 经常牵着自己 但有时候的确是 遇到这些大乘佛法 翻了很多大乘佛教里面的教证 菩提心的功德 大乘修学的功德 这样听了以后 的确觉得这种缘分 非常非常好 还有引用了一些 分别学习一些学处的功德 比如说《当诚王经》当中 也有这样的 在恒河沙寿劫当中 在诸佛菩萨面前供养 床饭 还有饮食 灯满等等 那么这个功德非常大 但末法时代的时候 佛教要接近毁灭 末法时代的时候 如果一个人在一日当中 行持一个学处 不管是你学 居士劫也好 八观哉劫也好 比丘劫 萨弥劫 不管是任何一个劫 一条劫的功德 远远超过他们 等等宣讲了 这样的功德 所以我们学习 这部论典的同时 大家也应该 一方面好好地发愿 一方面根据自己的能力 你是在家人 也应该受一些在家的戒律 如果你是出家人 属于自己能受持到的 一些出家的戒律 那么有生之典当中 尽心尽力的护持 那这个功德确确实是非常大的 前一段时间 从从勤来一位知识分子 来到这里的目的 就是要在这里受个善规无解 因为他在工作当中 也是工作非常忙 听说到了印度以后 以前对佛教 也是有一种信心 但是心得不是特别深 并不是从道理上 藏 藏名声 他去了印度以后 觉得是在一些 释迦牟尼佛身体的加持 然后通过自己的 可能信心发芽吧 最后在这里也生起一定信心 来这里受善规无解 就回去了 然后回去的时候也说了 我从此以后应该有生之年当中 不会舍弃自己的誓言 我觉得我的人生 应该从今天开始有个转变 就是我的命运 应该从今天开始要流转 他当时就发了这些誓言 我觉得有些人的发誓言 虽然是说的一两句 但是从他的言行举止 各方面看的话 应该会变成一个 很好的修行人 所以我想 希望在座的有些人 可能以前 当然 尤其是有些在家人当中 生活都是 有各种各样的状态当中 行持善法 也可能新一些 但是行得 并不是特别的如法 那这种人可不可以 把自己的一些经历 自己的一些生活 应该有个重新的调整 重新的一些改变 这样以后 你今生的人生 确实对你的来世 生生世世来讲 具有重大的意义 因此我们要学习 这部论典的时候一定要 当然行持善法是 最值得赞叹的 但实在是 不能行持善法的话 你造恶业的时候 无必要注意 千万千万不要听别人的一些 恶有的一些劝言 你行持善法没有什么意义 你造恶业吧 跟我一起开海鲜馆 如何如何这样的话 因为现在这个世间当中 造恶业的范围 就是这个范围是非常的广 造善业的话就非常的渺小 以前我有一次看过一个报纸 然后上面写的是什么 这个是鲨鱼 鲨鱼吃的话 如何如何人的身体好啊 然后他的智慧增上等等 讲的一大篇幅 整个报纸的全部 基本上是这样的 然后下面 造善事的篇幅非常小 在最下面有个小小的地方 说是什么地方呢 做贝赖掌手手 需要帮助他 做什么善事啊 从表面上看到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造恶业的方法也多 范围也广啊 上师也是特别多 邪师非常的多 然后造善业的范围也很小 而且发心的力量也薄弱的 引导的人也非常少 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自己生活之力 的确是有一定的困难 一定要自己 不能被随他人转 如果随着他人而转 最后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方向是何处 这以上主要宣讲了 不能舍弃菩提心的道理 那么下面第二个问题就是讲 思维下满难得的人生来不放逸 那么这个分三个方面来讲的 首先宣讲下满难得的道理 他这里讲我们现在 修行佛法的人生的确是非常难得 不管是佛出世也好 转为人生 对佛生起信心 在佛的教法当中修行 这些都是非常稀有难得的 那么以后 什么时候获得这样呢 也是说不清楚的 所以我们现在获得这样的人生 应该要利用起来 因为在这里所谓的佛陀出世 实际上是他圆满当中的一种 因为五种他圆满里面 以这个作为代表 其他的圆满 对我们来讲也是具足的 所谓的佛陀出世 根据在经典当中所讲的 昙花陷于世间一样 在这个世界当中非常难以遇到 但是我们现在确确实实实 释迦牟尼佛已经来到人间 而且他所转的法论 佛法还没有隐没的时候 因此我们恰好遇到这样的机会 也的确是相当困难的 然后变为人生 也是从一些有关的教言书里面讲 从比喻 从因缘 从他的特法 以及各方面来思维的时候 获得人生是相当相当的困难 而我们即生当中的确是 不但是获得了人生 大多数的人就成为珍宝人生 对佛教有一定信心的佛教 虽然是获得人生 但是真实对信仰佛教的人 也不是特别多 我们身边的人 大多数都是可以说 一种佛教的黄粮地带的人 那么他们当中真正能培养出一些 正知正见的人 也是相当困难的 佛教也分为中途的底界和一些底界 那么这些分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对佛陀生起信心的人 在这个世界当中 也是相当的困难 既然转为人生 是作为自圆满来讲的 以这个代表 其他的自圆满全部都已经居住 然后信佛教自自圆满 然后转为人生远离八无暇 他这里获得八种现象 这样一来 他这里都已经具足了 十八种下满 具足十八种下满这样的人生 对我们当今世界来讲 的确是非常的难得 那么我们现在 获得了这样的人生以后 大家从内心当中 对行持佛法应该有个欢喜心 记得我们上师如意宝 以前在课堂上也讲过吧 他老人家在年轻的时候 尤其是在失去求学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他就经常都是想 我现在遇到了这么好的上身 然后也又获得了 如是下满的人生 那这到底是做梦 还是真实啊 有时候想起来 都是非常的高兴 尤其是到了一些晚上 夜深人静的时候 就觉得这样的快乐 这样的幸福很难以表达 所以在自相续当中 生起了极大的信心和欢喜心 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可能也是对行持佛法方面 有一种欢喜心吧 这一点很重要的 现在不管在哪里 有些皈依佛教的佛教徒 自己觉得有了上师 有了正法 自己好不容易得这个机会 现在有了这个机会 始终都觉得就像盲人 抓到了大象的尾巴一样 再怎么样也都不能放 一放了 到时候根本找不到 所以自己一直紧紧地握着 紧紧地抓着 一定要这样的 这的确是也非常难得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的《佛经》 趋入此事经典当中 也是这样宣讲的 说已经宣说了四种难得 获得人生极为难得 遇到佛法极为难得 让对佛教生起信心极为难得 自相续当中生起菩提心极为难得 这三种难得 我们作为一个人生来讲是极为难得的 既然得到以后 千万不能放逸而舍弃 这个道理以广说宣讲了 所以我想 我们在座的人 首先是第一个 获得人生也已经得到了 遇到了佛法也已经有了 大家都已经遇到了佛法 好不容易啊 不要想说 我是偶尔的机会 当时遇到什么什么上师 当时什么什么 看到一个金刚经 我就以这个偶尔的机会 原来我们写《治海浪华》的时候 好多人来说是 偶尔的机会什么什么 但当时我想 也不是偶尔的机会 这是千百万劫当中 自己所积累的一种善根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当时我运气很好 碰到什么什么上师 很多人对我都说了 我的运气很好 当时我碰到你以后 我皈依佛法的 这并不是碰巧吧 可能不是 如果是 也可能是个偶尔的机会 但也不是这样 通过教证和理证来说明 那确实这是一种 非常殊胜的因缘 所以我们刚才得人身也有 遇到佛法也有 对佛法生起信心 然后自相续当中生起菩提心 所以在佛经当中 所讲到的这四种难得 对大多数的人来讲 应该是现在已经具足了 有些人说 现在工作不好找 已经得到了工作 这是非常难得 我一定要珍惜这个时光等等 实际上工作 也并不是特别的难得 即使说没有得到 在街上当乞丐也是很快乐的 但是我们没有遇到佛法 没有遇到解脱道 真实在 懂道理的人来讲永远都是在 成立在轮回的苦海当中 非常的可怜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身 应该首先知道 自己的人身是乃至不易 如果你有这样难得的心 每天都肯定不会懈怠善满 肯定不会放逸 一定要抓紧时间 精进修持 所以我想有些道友 好像在精进上不太够 有些自己的信心上不太够 所以我们一定要 对佛法生起信心 如果有了信心 没有智慧也是不行的 因此智慧和信心相互相成 没有一定的智慧的话 我看外面的有些人 特别盲目 迷信 信这个圣贤 这样那样的东西 都要去摆 所以完全是一种迷信 这样也不太好 那么没有一定的信心 虽然你懂得佛教的一些道理 你人也是很聪明的 但是真正佛陀的加持和功德 通过信心而获得的 因此世间当中 我觉得人类最主要的特点 知道人的前世来 前世和后世 这一点非常重要 其他的表面上 你电脑打得特别好 或者你数学算得特别好 这一点不一定非常聪明 不过世间上的人 认为这也是非常聪明的 像德国一个叫做 冯士登吧 一个数学家 他一样的一个宠物 有一瓶马 他算数学是非常非常好 所以人们称之为世间上 最聪明的动物 也有这样的说法 日本京都大学 培养了一个星星 这个星星的名字叫做埃 操自图下面一个叉叉 那么这个星星 它也是能算数 非常聪明的 还听说以前澳大利亚那边 有一些非常聪明的鸟 那么这些鸟 它为了套牢牢牢的欢喜 然后它自己的窝 白色得非常漂亮 它什么贝壳 鲜花 全部弄得真真气气的 但这些我想我们有些 把自己的房子装修得非常漂亮 然后自己的头发 也是染得红色的 黄色的 白色的 什么颜色都看起来都是相当 可能不过棕色的有些业力 有些看起来 红色的头发好看 有些看起来 白色的头发好看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 不管怎么样 你表面上弄这些 会打扮 会装饰 这些都是不一定非常聪明 真正聪明的人 要知道所谓的人有前世 后世 然后业因果 永远也是不会虚好的 那么这些道理 我觉得我们跟旁生 应该有一定的差距 旁生你再聪明 也是不知道 我们有时候看 有些人养的鹦鹉 他会说话 但是你给他怎么样讲 你这个鹦鹉已经转生到旁生当中 你有来世 他根本不懂 一点都不会了解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 我觉得再怎么样聪明 也是你人要死的时候 可能很多智慧 你的身体都会消失的 没有多大的意义 最有意义的是什么呢 就是对自己的来世 对自己的未来做一点准备 既然你得到人身 人身乃自不业的 非常稀有难得 应该是很珍贵的 那依靠这种人身 行持一些善法 不要造恶业 不要害社会和国家 或者不要害众生 那么以自己的生命 来衡量所有众生的生命 以自己的离苦得乐 希求离苦得乐 以这种感受来推量 或者衡量所有众生的感受 如果谁能这样 那么这个人可以叫做 聪明的人 有智慧的人 贤惠的人等等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想 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 对大乘佛法的有些 最根本的问题一定要掌握 好 今天就学习到这里 我希望你回头开 聖宇政障礼 我永远 sono不大 您就是好大的 我永远是非体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